大家好 我們是 吳堅秦 節目即將開始了 你訂閱了嗎 也別忘記 開啟小鈴鐺喔 公哲 我接受 怎樣 你們 有沒有看奧運 我一定要看的 比賽耶 來 你們什麼運動最強 來 籃港最速男 你這樣 我最速啊 我每一次 怎樣最速 我每一次比賽都是 最速最快 被淘汰的一個 嗚呼 怎樣 嗚呼 有點累 最快被淘汰 太爛了吧 所以你們需要我 不然你講你講啊 風哲你什麼 我是跳遠女神 等一下風哲你那個動作很猥褻 什麼我是跳遠女神 我是這樣做的 不是這樣做的 你那個是AV女神好嗎 你那個是AV女神 我們跳遠女神來 你從CUE一次來跳遠女神 好 我是跳遠女神 對 來你跳遠跳之後 最遠可以跳到哪裡 多遠多遠 如果原地的話大概5米 原地 如果有渡跑的話大概10米 那因為我之前是上了漁板那個 雨漓耀龍門的當元 我一個人就 鯉魚 鯉魚什麼 雨漓耀龍門 所以我發現我的腿特別有力 所以我的目標是希望2024年 如果奧運有機會有雨漓耀龍門 我就要參加 因為這顆獎項屬於我 沒有人可以跟我爭 我就是秋風哲AKA跳遠女神 謝謝大家 好恐怖啊 剛剛講那一道道好有自信喔 對啊 他感覺真的 你落水男生什麼意思啊 我落水男生 我告訴你 沒有人可以比我更厲害 因為我不會游泳 所以我膩子比誰都還快 直接下去捧 哈哈哈 不會露出水面 好慘 很好 你之後你去參加那個 從高跳下去那個就很好 對 跳水 跳水 你可以考慮 有一個比賽跳水 永遠不要起來的話 我跟你講我會贏 我真的會 我閉氣最久的那個 不會游泳 但是我們之前這個單元 好像都沒有這種運動健將來 跟我們一起闖關對不對 對啊 沒有耶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這個榮幸 可以看到他們 對啊 那該多 不知道有沒有奧運選手 可以來幫他們放棄喔 求求你 怎麼可能解到啊 這奧運選手 這奧運選手 幫幫我們破關好不好 我們在這裡卡太久了 已經20年了 歡迎奧運選手登場吧 歡迎三位英文人 怎麼可能 哈囉 哈囉 我們一個一個跟大家打招呼 喜恩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喜恩 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選手佳穎 佳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怡婷 歡迎三位 謝謝 太榮幸了 竟然也可以有奧運選手 跟我們一起來玩遊戲 那我們一個一個看看他們的ID好了 首先是 阿美族跨欄女神 Oh my God 你是阿密斯 是的 沒錯 Oh my God 我也是 Oh my God 我也是 我們都是 我也是 假 真的 真的 煩死了 來 阿美族跨欄女神 喜恩 這次參加奧運有沒有什麼 心情 心得上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特別的開心 但是 因為收到消息不到兩個月 所以 也很緊緊張啦 面對比賽 而且她 她是今天三位來賓裡面 最年輕的嘛對不對 喔 喔 是啊 是吧 26歲啦 你是不是講出來會得罪別人的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我 秋風會得罪老 有什麼好得罪的 秋風會得罪老 18好不好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 射擊甜心是不是 佳穎 射擊甜心 我跟你講 佳穎的那個射擊的那個照片 在幾年前超紅嘛 一張照片 然後紅到不行 因為 長得真的是太甜美 就大家沒有想像到 就是射擊 這一個這麼酷的項目 竟然有一個 這麼甜美的女生 她其實長得比很多藝人 都還像藝人 比如說 對 對 但我真的超級好奇 就是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 射擊這個項目 因為這個項目其實來講 是很男生的一個項目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項目超帥的 然後我接觸的時間 是高中二年級才接觸 高中二年級 高中二年級 是因為學校的課程 還是什麼 你自己去 就是飢餓遊戲 那個叫什麼Hundred Games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想要進警察大學 然後 因為警察大學涉及可以加分 所以我就 有開始接觸這項運動這樣子 哇 所以你 你比較跟一般的 女生不一樣 你喜歡酷的那些項目 因為你像說警察大學 是一般女生不會想要去 去走的路耶 就是想 對 而且又加上說 就是那時候想說 檢查大學是鐵犯 就是以後不用擔心說 沒有收入這樣子 天啊 好接下來 這位我們的 滑船 田姐兒 義婷 歡迎 我跟你講 滑船 滑船這個項目 我那時候去看了 這個 那個體力要很夠吧 因為光是我們平常 譬如說去海邊 滑個什麼獨木舟啊 我跟你講 累死 真的累死 滑雙人的也累死 我看到那個 滑10秒就累死 累死 那個累死 那個滑船 那個手擺動的要多大 然後什麼的 我覺得超級無敵難的耶 所以我想問一婷就是 先問你一開始是什麼 接觸到滑船這個項目好不好 好 其實我從還沒有接觸以前 我也不知道有滑船這個項目 是 我是因為 從田徑 然後轉極鍵 最後才轉到滑船 很特別吧 從田徑 轉極鍵 在轉到滑船啊 不會這樣轉 會不會這樣轉 會不會這樣轉 所以你的夢想 其實就是參加奧運 我不管是什麼項目 我就是要參加到 我就是要參加那種感覺 沒有耶 其實不是 我是因為在體育班裡面 就是它有極鍵隊 還有滑船隊 然後我當初覺得說 我自己好像在極鍵 不太適合我 然後我覺得 滑船跟我以前跑 1500的感覺比較接近 都是有氧的部分 喔 對 哇那個 你知道會不會很難克服啊 因為極鍵跟滑船 應該是完全沒有 完全不相似的運動 對啊 是還好 因為我極鍵大概練了半年 然後我反而就是 其實我不太會游泳 可是我水上又可以滑得很快 我不會讓自己翻船 喔 因為不會游泳你知道嗎 所以船要滑得特別好 我會游泳 所以我一定要趕快滑到終點 的那種感覺 可是因為滑船那個體力真的好 需要好大好大的訓練的那個時間吧 就是你一定要維持 因為那個體力 絕對不能掉下來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 會用到全身80%的肌群 然後 我們一天訓練下來 都要大概6到8個小時 哇天啊 好久 我今天早上 那4點半就起床去訓練了 天啊 天啊 你快 那為什麼要4點半 那你幾點睡啊 我昨天比較晚睡 11點半 蛤 11點半 那是睡了5個小時 天啊 我通常 如果是4點多要起床 我大概10點就會睡覺了 為什麼要4點就要 為什麼那麼早 天啊 4點我才剛剛睡耶 好可怕喔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在看水盒訓練 然後要看潮戲 所以我們要在他漲潮的時候 趕快出海這樣 好那這是要看時間的那邊 哇好辛苦 我想到如果是我奧運比 我還要大休三個月 你不用想 我去奧運比 你可以說嗎 那 那點是 為什麼要這麼早起 是因為太陽太熱了 所以我們平常 也是大概4、5點就起床訓練 然後在7、8點的時候上岸 好好了解 所以其實你們也 因為那麼早起 還去訓練 也不要就是 可能中午啊 下午太陽很大的時候這樣 對 因為這次你們都去奧運嘛 那我們想說 來分享一下你們提供的照片這樣子 看看你們在那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經驗啊 或什麼之類的 來 先看誰的照片咧 逸婷的好了 先看逸婷提供的照片 這個是什麼 在哪裡的時候 這是一個奧運 這個是選手村裡面的奧運舞團 然後我還記得當初拍這個的時候 都要排隊 排很久 喔 是所有運動員都搶著要排這個嗎 要排這個 對 因為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那會不會 會不會像很多 就是我們譬如說 我們在路上看到很多網美 他拍一張不夠 他要擺好幾個Pose 然後還要叫朋友 就會從下往上拍什麼 然後擺超久的這種 還是大家都不敢這樣子 大家要大概拍個三四張 然後就趕快換人 因為所有人看著你 在你拍啊 這是喜恩對不對 對 是我的 妳有些想好Pose對不對 完全沒有 只是想說可以跨在 兩個環裡裡面很厲害這樣 可是像逸婷說的 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在看嗎 就是在拍這個東西 但是我不會想要 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 就是很享受在拍照的時候 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喔 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喔 反正 很棒 這個也好漂亮 這是在哪裡 就一樣在選手村裡面的一個 就是旁邊都會是他們的國旗 這是誰 戴口罩都看不出來 這個是在滑船場 滑船場 對 這個地方很有意義 因為他只有拿牌的時候 才可以在這裡拍照 喔 真的假的 對 參加牌 所以我等所有人都離開了 我才拍 所以這是你們還沒比之前 你們快點去紀念嗎 還是你們已經比完了 比完了 所有人都離開了 都是我的時間了 OK 拍到爽 好 這是滑船的 這個是比賽前比賽齁 比賽前 趕快先拍 美美的 比賽前還會有那個心情這樣拍照 我覺得 應該是 練習的時候吧 應該練習吧 練習 沒有 比賽的時候 我趕快先不要跟著我一下 你笑得出來 你笑死人 因為 你完帥回來的時候 太狼狽了你知道 你這個笑得很輕鬆耶 哇哇哇這張照片 真的是佳穎的了 哇 哇這個很有哭聲耶 那個整個一舉起來 天啊 太帥了 這是我在那個決賽館的時候的照片 正在決賽的照片 正在決賽的照片 Oh my God 還在焦灼的時候 然後這個 因為我有打兩個小木耳肩像 然後剛剛那是25公尺 然後這個 現在這個是10公尺的 綠賽 所以大家都站在一起 哇天啊這樣好近喔 你們是不是完全 你不能分析說 欸我旁邊這個 他有沒有射得很準這樣 就是 人神貫注在自己的 那個 那個 離好近喔 離好近 如果是我會想要偷看 就欸他射中了 好可惡 來 不行不行 不能分析 你這種感覺就是會打到別人的把 大分心 大分心 就是你這種人會亂打人家的把 對啊 哇 這我認不到是誰喔 喜恩 喜恩 對 這就是手到上面那五環 嗯 哇 這個也是趁美人的時候趕快拍嗎 這個是 你在比賽的時候是完全不可以在那邊 是只有在就是 比 呃 還沒有開場之後 只可以去 哇 這些照片真的都很珍貴 那因為大家這次都很好奇的是 就是那個紙板床很紅嗎 不知道睡起來是怎麼樣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因為大家這次都很好奇的是 就是那個紙板床很紅嗎 不知道睡起來是怎麼樣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睡起來超舒服的欸 完全不會有什麼 會塌下去的那種不安全感 喔真的嗎 那逸婷呢 我也覺得很舒服 但是有一天 我剛到第一天 我就先檢查我的除褲 我就一拉 我就 破掉了 蛤 一拉就破了 因為它是紙板 所以我想說它有多厚 結果它真的很薄 就這樣吧 那麼薄 我就這樣一拉一掀 它已經裂掉了 對就很害怕 後面幾點又回去了 妳確定不是妳的力氣太大了 因為畢竟妳有沒有壓力用 大概全身80%的力量 天啊好可怕喔 那你們有沒有 因為有一些選手就很調皮嘛 就是網路上有很多影片 就是他們會故意在上面跳什麼的 你們有沒有想要試試看 你們有沒有偷試 不敢 不敢 是怕之後沒有傳睡是不是 直接弄破 好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聽說 你們三人之中有一個是樓俊碩的粉絲 喔 該不會是 奕婷吧 開玩笑 開玩笑 你們都開始喜歡樓俊碩的 為什麼沒有喜歡那五間星的其他團員 我是今天因為 他是花蓮人 所以認識樓俊碩 然後再認識五間齊 喔 喔 那樓俊碩你會不會覺得很神奇 就是一個喜歡你的粉絲 他居然是奧運選手 我那時候就是接到就是 因為 因為就是有透過幾個朋友 然後傳到我這邊說 喔 就是我有一個粉絲他要去參加奧運了 然後可不可以錄一個影片給他 然後我一直很驚訝 喔 既然有一個粉絲要去參加奧運 我也嚇一跳 然後就馬上拍影片給他這樣 對啊 我覺得這感覺好神奇喔 真的好神奇 因為我們平常遇到的粉絲 都是可能還在念書啊 還在求學啊 可是既然有一個就是 參加過奧運 就是這個成就好厲害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 三位都要掌聲鼓勵一下 那 因為剛剛那個奧婷有分享到 你的練習時長嘛 就是一天都要練習很久 八到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很長 那也請那個 那個佳穎跟喜燕來分享一下 你們平常的奧運前 通常一天或一週 你都練習多久 我們出發前的話 大概一個禮拜就是練六天 然後 除了 就是 中午 呃 然後 傍晚吃飯的時間之外 就 都會訓練 然後禮拜一天 再好好地休息睡覺 就一天的休息時間 我記得每天六到八個小時 天啊 好猛喔 然後早上 然後早上訓練大概就是從九點 然後到十一點半 然後休息一個多小時 都再繼續訓練 哇 這真的是台上十分鐘 對 真的是台上十分鐘 欸 那我就是 你如果射擊一定 可能最重要的是不是 心 心靈上要很平靜啊 就是一直保持平穩 那你自己是怎麼樣子 保持這個 心態上的平穩 你是怎麼 你平常個性是會很High的人嗎 還是 還是你其實一直都是 用很冷靜存著 在射擊的時候那個心情可能都很平穩嗎 那你會不會去隔絕就是 那一陣子就是要心平氣了 不要有任何吵架 或者是希望不要有 可能 家人不要突然來幹嘛 或者是誰知道他跟我吵架 不然我射擊的時候 可能會想說 他還欠我三千塊 他還不還我 什麼之類的 他還欠我三千塊 我明天要去找他拿啦 對 就是會不會有這種 就是好 你們先不要吵我 不要讓我有這種多餘的 氣要生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還是沒那麼誇張 就是 FBI就是盡量都不要滑 真的假的 真的會這樣子 那你會聽音樂來讓自己 心情上比較溫和嗎 還是不會 會就是可以的話就是 戴耳機 然後開始於是隔絕 那你是聽什麼啊 你說古典音樂嗎 有時候我會放Youtube 或者是一些劇 就是讓他在那邊跑 讓他在那邊跑 OK 就是不要聽到人家在那邊 說其他的事情 天啊 真的是隔絕大隔絕 那喜恩呢 聽起來好像我比較懶 因為我們練習時間 就只有下午的2點到6點左右 2點到6點左右 然後你還要經營 你也太猛耶 你很厲害也沒有很懶好不好 對 對我們那4個小時裡面 我們通常休息時間 大概只有5分鐘到10分鐘 就要馬上接下一趟 到你們每次練到 好累喔 最後一小時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好累喔 我有點好想休息 覺得為什麼這麼辛苦 有沒有曾經想說 就是覺得想要放棄的念頭 因為我相信當一個奧運學手 是非常難的 就是你們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卡關 當然有 就是每一次在做重量 因為重量真的 大家都有做重量 所以一定都知道那個很辛苦的時間 然後我都會在想 我幹嘛要做這些運動 我幹嘛要為 就是拼命在這裡做 我幹嘛要做這些 我就會一直懷疑自己 為什麼要重施這個運動 但是回過頭來 看到自己戰散奧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些過程是很 就是值得回憶的 我們好奇是 如果你們當初運動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奧運的這個目標 還是是在中途的時候發現 好我要追尋這個夢想 那當你們真的踏入這個舞台的時候 跟你們當初 對於奧運這個期盼是否相近 還是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當你真正站在這個舞台 所謂的表演的時候 嗯 應該每個運動員從事運動的開始 就會想要把奧運當作是 自己的最高電腸 但是能不能達到 我同意喔 逸廷大搖頭 逸廷大搖頭 我想參加奧運喔 逸廷什麼的 要全釣魚喔 來 我 其實我一開始最想參加的是亞運 所以我根本沒有想過 我可以參加奧運 我覺得奧運離我太遙遠了 但是我就是 教練就覺得說我就去比比看 我說好吧 我沒有比過 我也不知道我能力在哪 反正我就是練練練 我就把對手想得很強 我就滑著滑著拿到奧運資格 然後就去比奧運 我想說 我的亞運 我不是最想比亞運嗎 我怎麼先來奧運呢 然後還是兩次 誤打誤撞 誤打誤撞 真的 真的 他真的就是想要 你知道我想要唱北樓 我唱北樓 結果先唱小巨蛋 小巨蛋 對 那也是很厲害吧 也是很厲害吧 那佳穎呢 一開始是奧運的目標嗎 其實也不是耶 我就是想說我想要 成績再好一點再好一點 就是可以慢慢的突破自我 然後結果慢慢慢慢就是開始進 就是 打標 就是國家隊開始打標 然後打標之後就出國吧 然後出國就是又打標 然後就是各種的 出國 就不小心就打標了 對 然後就打了 打啦啦啦啦啦啦 就到奧運 都超強耶你們 三位選手真的 聽完你們今天聊的心情啊 或者是你們的那個經歷啊 跟練習的過程 真的是 所有人在為三位掌聲鼓勵一下 也希望你們接下來的比賽 都非常非常順利 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那一點接下來呢 今天呢 我們就是來這邊放鬆的 好不好 就是好好的玩遊戲 來說明一下我們今天 漁民遊戲的規則是什麼 就是 現在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 像是大風的那個小地圖 那我們今天呢 總共有兩round 總共有兩個遊戲 那每個遊戲呢 只要獲勝之後 會得到比較多的骰子 反正要在兩round之內 我們的骰子 要從那個起點 骰骰骰骰 再骰一圈回來 到那個起點 才是遊戲獲勝 那如果 沒有骰回起點的話 會有懲罰 今天的懲罰是什麼咧 懲罰就是 乾跳5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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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跳50 是10秒吧 乾跳50秒還是 乾跳5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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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10秒 sorry 10秒就好10秒 等一下你們三個是有舞蹈底子的嗎 完全沒有呢 你就好看了 沒關係 我們今天是共同生死的好不好 我們是一起要奮鬥 好馬上來進行我們第一關 你比手畫腳 你比手畫腳 目前我們是分成兩對 樓俊碩比給邱鋒哲跟那個喜恩 然後第二對呢 是我比給那個佳穎跟奕婷 那這個怎麼玩呢 就是待會呢 我們就是關注我跟樓俊碩會操控你們 用言語操控你們說 手舉起來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們就要猜出 我們叫你們比的這個題目是什麼 猜對的話就是答對一題嘛 那如果我們兩個team 總共答對六題的話 我們這一輪就可以得到兩顆骰子 如果失敗的話 就是一顆骰子喔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盡量獲勝 那首先 第一個team 我們的樓俊碩跟邱鋒哲還有喜恩 準備好了沒齁 準備好了 Let's go 那那個邱鋒哲跟喜恩 先把眼睛遮住 對 第一題開始 好 把你的左手伸出來 然後往前伸直 幾個字 前伸直 然後 兩個字 兩個字 然後 手握拳 手握拳 拳擊 然後 右手呢 也拉起來跟左手平行 開車 然後往後收 往後收 右手往後收 左手留著 右手往後收 右手往後收 左手 超人 超人 然後呢 超人 超人 等一下 等一下 身體 往右側 好難這個好難 右轉 賽車 往右邊的方向 轉 轉90度 10度 10度 往右邊的方向轉90度 然後 射擊日劍 答對答對 好我們閉眼睛 閉眼睛 好題目下掉 題目下掉 張開眼睛 張開眼睛 兩個字 兩個字 然後把你的雙手舉起來 然後到前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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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手掌 手掌 手掌呢 握拳 張開 握拳張開 握拳張開 這個是什麼 一排氣 不是 拆拳 拆拳 然後 然後下一個動作 手握拳 一閃一閃亮晶晶 不是手握拳 現在手握拳不要動 然後往前垂 往前的 燒拳猛 輪流兩隻手輪流 是 吹的時候要動整個 要動整個小手臂喔 不是 哇我好不會形容喔 怎麼辦 來那個 出來 一個很放鬆的事情 一個很放鬆的事情 按摩 對 對 好 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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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下一題 可以講說一個很放鬆的事情嗎 我不行講 我想說給你們一點提示 下題目 下題目 好 張開眼睛 四個字 四個字 右手伸出來伸到你的 後面選手 不是 右手伸出來伸到你的臉 前面 然後呢 感覺你在握住一根管 握住一根管 握住你在幹嘛 握住你在幹嘛 方澤握住一根管子 方澤 對 然後呢 然後虎口朝上 虎口朝上面 虎口朝什麼意思 虎口是這個 虎口是這個 喬方澤虎口是這裡 握住一根管子的樣子 可是虎口朝上 那個射箭啊 海盜 虎 欸 不是 這樣不算是 虎口朝左邊 虎口朝左邊 呃 呃 看這星星 不是 呃 你要 呃 你要把 呃 換一個方向 換一個方向 你的手要換一個方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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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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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個這個叫什麼 你們現在 不是 你們現在轉的方向錯了 時間到 這什麼來的 來你要 你要比完這一題嗎 所以這個應該要很簡單的 我為什麼可以形容成這樣 這個太難 這個其實有點難 這個題目的字有點太直白了 就是 呃 不知道太難講這個 呃 席恩你有什麼想法嗎 手呢 往前90度 往前下90度 往前面90度轉 前面 前後 你們前後不分嗎 不是 你在直接講 我跟你講 你平常拿麥克風的樣子 好 你現在拿一個麥克風 對 對 然後 生舌頭舔 生舌頭 吃冰淇 對 吃冰淇淋答對了 喜恩 對 我跟你說 你 吃冰淇淋怎麼可能這樣子啊 沒有我不想要 你知道 拿麥克風 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太明顯的 在做一件事情了 就太像了 我想說 怎麼猜都猜不到 冰淇淋不會發眼睛 你剛剛已經在 我說 走前面 然後往前90度轉 他們90度一直往前 你不是 你剛剛一直站前 比90度 他們一直這樣子 他們一直 這樣 這樣 永遠擺不正 沒關係 我們有幾題 三題嗎 對 對 總共是答對三題 下一回合 好 好 我們這一題是偽禁出題 然後佳穎還有一題 他們要猜題 你們這一次呢 一定要猜超過三題 你們才會有兩顆骰子 好不好 真的 加油 那我們先 先把眼鏡閉上 我們那題目要出現了喔 然後我叫你睜開的時候再睜開 準備好了沒喔 請出題 請 OK OK 親 不看眼睛 兩隻手伸出來 像那個 鬼一樣 像鬼一樣 魔鬼 欸 對對對對 然後 上下 上下 不是 比較像逸婷那樣 比較像逸婷那樣 上下 然後 很優雅 很優雅的感覺 對對對 一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然後 呃你的手指可以不同的 動一下 可能食指動一下 無名指動一下 大拇指動一下 對 對 對 下一題 對 好 題目收起來 題目收起來 開眼睛 下一題 好 你兩隻手 兩隻手給我 兩隻手借我 然後 右手先往前捅 右手往前捅 呃 呃 對對對 那個那個佳穎那樣的 對 手心在下面 然後 換左手往前捅 右手收回去 不是 收回去也是一樣 手心都在下面 手心都在下面 然後再 反覆的反覆的 你們這樣反覆做一下 底下左手 幾個字 兩個字 有點弧度 有點弧度 不是直直捅 是有點弧度的捅 對 對 佳穎 加硬 這是什麼 我們身體再擺動一下 對 對 兩個字嗎 兩個字 兩個字 對 這是什麼 對 你們都做得很好 然後可能 有時候頭可以起來一下 然後再下去 頭起來一下 倒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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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手的擺動很大 不死小的 手要繞一大圈然後往前捅 繞一大圈往前捅 繞一大圈往前捅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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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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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眼睛快點出題目 好 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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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閉眼睛 來來來來 兩隻手 兩隻手面對面 兩隻手面對面 呃 呃 手指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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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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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穎那樣 一隻手在上面 一隻手在下面 好 這樣面對面不變 好 然後 手背面向 我 面向我 手背 不是 啊 怡婷那樣 怡婷那樣 然後擺在嘴巴下面 對 好 對 怡婷那樣子 然後手指 開始亂動 手指亂動 吹啤子 對了吧 工作人員說 恭喜你 阿美三題 過關 太棒了 嚇死了 我們贏了 擁身了 我們過關了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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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用遮眼睛了 嚇死 嚇死 好 厲害厲害 恭喜我們可以獲得兩顆骰子 耶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這次還有關運氣的 然後你們誰運氣比較好想要先選 怡婷 我啦 好 怡婷妳從第一排先選一張 第一排嗎 第三張 第三張 一隻三 這個齁 好請翻開 漂亮 很大 很大 還有沒有人要選 第二顆骰子 倒數第二張 好 請翻開 喂 翔意 阿B 沒關係 六點 我來看一下 會走到哪 到哪裡 Oh my God 機會命運 是不是 對 機會命運 這個有可能是好的 也有可能 是不好的 我一樣是運氣來決定 好 機會命運 請問喜恩 你要選擇的是 命運 命運 命運是不是好請翻開 下一關 多一塊骰子 水 好棒喔 好棒喔 這算是很幸運牌耶 這個穩了 這個直接補救剛剛嘉穎那個一點 穩一點點而已 直接補救 好我們進行下一個遊戲 終極彩地雷 怎麼玩呢 大家應該都有玩過終極密碼吧 那我們今天呢 有一點小改造 我們今天的這個終極密碼呢 它可能是一個詞 譬如說我們出水果類好了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講蘋果啊香蕉 然後可是如果我的謎底是木瓜 有人講到木瓜的話 我們就輸了 好不好 懂這個意思齁 那我們今天總共會玩兩題 那只要我們過一題的話 我們就是多一顆骰子 過一題的話兩個骰子 過兩題都過關的話 就是總共有三個骰子喔 那只要我們每個人講過兩回合 這一關就算結束 所以我們每個人講過兩回合的話 都Save的話 我們就直接獲勝 但是在這兩回合的過程中 如果有人講到那個地雷的話 就是失敗 OK 懂齁 那我們的順序就是 樓俊碩 秋風哲 喜恩 我 佳穎跟益庭 OK 來來來 關主請出 題 唉唷 項目喔 我先講 桌球 該不會吧 你選這麼夯的 OK 過關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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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水不會中吧 YES 欸你要 封著你剛剛沒有做出 他的動作 你要做出項目 要做動作嗎 對 跳 我這一個什麼意思啊 我 好 天氣 天氣危險耶 YES 好 我講一個 跟冷門 水上芭蕾 YES 可以 所以 好猛 滑板 等一下喔 那個韋劍沒有水上芭蕾的動作 水上芭蕾 要做是不是 要標準嗎 你腳毛沒剃喔 最近 可以吧 夠水上芭蕾 可以 換我嗎 我當然就是滑船 滑船 水 我又換我 射擊 不可能說這麼重了吧 呵呵呵 哎 啊 呀呀呀呀 羽毛球 啊 OKOK 多三個加油 沙灘排球 喔唷 我很會很會 這不可能 不可能 Operat 好好好 標槍 哇塞 屁啦 標槍屁啦 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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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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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靜的部分 所以天靜剛剛講過 所以等於佳穎再講一個 那柔道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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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拳擊 水 來喔 過關 來來來 炸彈石頭 沒有啦 我們已經過關了啦 太想在玩是不是 我們要怎麼輸了 我們要去過關喔 所以兩讓就過完了 兩讓就過完了 對啊 沒有 還想要玩還有很多想要講 好想知道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你們的地人是什麼 答案是舉重嘛 要不然就是網球 我猜在兩個二群裡面別人 馬數喔 是我 這個我們要再猜一陣子 對對對 可能要猜一陣子 OK下一題 曾經舉辦過夏季奧運的程式 OMG 哇這個很難耶 這個難 這個難 這個好難 很難耶 我先講喔 好我先講 巴塞隆納 沒有維基百科的吧 你覺得 怎麼可能講到巴塞隆納 對啊 欸你有沒有太SAY啊 沒有喔 我講一個比較冷門的 M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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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恩 巴黎 我這個應該是 就以前讀書有讀到 對這個絕對不會碰到 助理 斯德哥爾摩 屁啦 你這個幹嘛 你讀書讀到讀屁 屁啦 你知道你是斯德哥爾摩 斯德哥爾摩 那我這邊是 德國的慕尼黑 換我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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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吧 講了悶點 東京吧 不要吧 你確定 不可能吧 等一下我先想一下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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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可以中中看欸 我覺得不會 東京 你要中啊 中的話你就 剛跳50秒 東京沒事 OK好 首爾 看吧 離開吧 羅馬 是羅馬爆炸是不是 羅馬爆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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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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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沒關係 那我們這一關 總共獲得 加上上一關的那個 機會 總共兩個骰子 再加一個骰子 總共是三個骰子 來 那你們就三位各選一排一個 好了 喜恩先 第一個 第一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不要去 去重訓 直接叫人家去重訓 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已經 絕對走不到了 1 2 3 4 5 6 8 6 有兩個6的話還有機會嗎 兩個6可以 來 憶婷 拜託拜託 對 第六個 六 完蛋 還有機會嗎 好像沒機會 但是我們先看會走到哪裡好了 佳穎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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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拿到機會命運 搞不好有機會 對對 還是有機會 欸 喔 總共加起來是10 我們看一下會走到哪裡 1 2 3 4 5 6 7 8 過關了 才接兩個 Oh my God 過關了 果然是奧運選手 天啊 真的有那種 課奧運的感覺 天啊 好猛喔 突然 賽點出現了 對方有10個賽點 但沒關係 那種感覺 天啊 所以今天我們是過關 耶 耶 不用接受 乾跳50秒的懲罰 耶 好的 今天 也非常謝謝三位 很厲害的奧運選手 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希望呢 接下來呢 你們在之後的比賽 或者是之後的生活 都可以過得越來越好 然後比賽 也可以 就是 得到自己 就是突破自己 然後以往的成績 然後一直拿好成績 然後預祝你們 未來都一切順利 謝謝三位奧運選手 謝謝 謝謝 下次再來玩 好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H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